我在讲解《观无量寿佛经》时,确实曾用一句话来解答人们对烦恼二字的提问。 无忧恼处,我当忘生。 不乐言福提着恶事也。 这段话是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中佛位维提西夫人所说的,描绘了维提西夫人觉悟的过程。 维提西夫人经历了家庭变故,感到非常痛苦。 他请求释迦牟尼佛帮助他找到一个安身之处,不再愿意留在娑婆世界。 佛非常慈悲,并没有直接给他介绍一个地方,而是利用自己的神力,将十方诸佛世界展现给他看。 维提西夫人观察后,认为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最美好的地方。 请求佛帮助他往生到那里,不再留恋缩婆世界。 维提西夫人的这种举动,提醒了我们这些常常迷惑颠倒、留恋缩婆世界的人。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,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时,我们应该有勇气和决心去寻求解脱和觉悟。 不要被世俗的烦恼所困,同时也强调了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和佛的慈悲,鼓励我们修行,追求更高的智慧和觉悟。 有时候,人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他们内心真正想要的,而是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和迷惑,陷入了暂时的烦恼中,找不到正确的方向。 我讲经的目的并不是要每个人都气势出家,而是教化众生如何看破世间烦恼,如何回归真我。 吴德禅师收了很多年轻的学僧,并告诫他们必须把所有的俗念忘掉,做到色身交予常驻,性命赴给隆天,否则山门是不会容纳他们的。 然而,学僧们往往不能严格要求自己,有的好吃懒做,有的贪图享受,有的向往外面的花花世界。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吴德禅师决定召集门徒,希望引导他们找到觉悟之路。 他对学生们说,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,如果听完之后你们仍然无法领悟,那么你们可以选择离开。 故事讲述了一个灵魂在死后抵达一个未知之地,刚进门守门人便问他,你喜欢吃喝吗? 你喜欢玩乐吗?你讨厌工作吗? 这个灵魂回答,我喜欢享受美食和娱乐,不喜欢工作。 守门人说,那这里就是你的理想之地,这里有丰盛的食物供你尽情享用,你可以无忧无虑地睡大觉,无人打扰。 这里有丰富的娱乐活动,让你尽情欢乐。 灵魂听后欣然留了下来。 然而,三个月过去了,这个灵魂开始厌倦这种生活。 他找到守门人请求道,这种生活太单调了,我玩得太多,对娱乐失去了兴趣。 吃得太多身体发胖,行动不便,睡得太多,头脑变得迟钝。 你能给我找份工作吗? 守门人微笑着回答,很抱歉,这里没有工作。 又过了三个月,这个灵魂再也无法忍受。 再次找到守门人,这种生活我实在无法忍受。 如果再不能工作,我宁愿下地狱。 守门人大笑道,这里本来就是地狱,这里会让你失去理想、创造力。 没有前途,没有希望,你的意志会逐渐消沉,人格也会逐渐腐化。 这种心灵的折磨,比任何肉体上的痛苦都要强烈无数倍。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享乐,而在于实现梦想的过程,追求幸福的过程。 因此拥有梦想、创造力、挑战和目标的人生才是幸福的。 任何被烦恼困扰、被诱惑蒙蔽的选择,都会让我们离真正的自我越来越远。 在世间生活,有些人致力于证明自己,而有些人则志在改变世界。 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奋斗。 当您置身于名利的竞技场,面对重与轻的抉择和金钱的诱惑时,请务必做出明智的选择,以获得内心的平静。 当人生即将走到尽头,回首往事。 如果您能对自己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感到无愧于心,那将是人生中难得的完满。 我曾对世间的金钱、名利和浮华生活有着这样评价。 自古以来,世人为了名利不择手段,不畏因果,犯下诸多罪行。 这些是那些迷惑颠倒之人所追求的,而真正觉悟的人则不会,即使得到了,也不要沉溺其中,以免招致祸害,而是应该成全功德。 让利于众人共享。 这个道理仔细思考后并不难懂。 人在世间,一切享受只需足够即可。 衣物能避体,食物能满足需求。 住所能遮风挡雨就足够了。 无需豪华别墅。 我在美国建过一些大房子,内部设施奢华。 我在里面坐坐,喝喝茶享受一下。 但主人却为了收拾房子而劳心劳力,承受巨大压力。 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? 聪明人不应做糊涂事。 我对世俗生活的评价,目的在教导人们追求生活的简朴和心灵的圆满。 我通过这个故事来启示世人。 很久以前,西达多太子走到一棵菩提树下,面朝东方,盘腿坐在用吉祥草编织的菩萨座上,并发誓,如果不能成就佛道,我将永不离开此座。 经过四十八天的深入禅修,太子终于获得了伟大的神通。 就在那一刻,菩萨座散发出的光芒锐气遮蔽了魔宫,惊动了魔王波寻。 波寻得知西达多太子已经修成菩萨道,愤怒至极,立刻派遣魔兵魔将前去干扰太子的修行。 魔王首先派遣了三位妖艳的魔女,试图用美貌诱惑太子。 魔女们施展各种媚态,甜言蜜语,劝说太子回宫继承王位,享受荣华富贵,不要在这里酷休。 但太子始终不为所动,为了教训这三个骚扰他的魔女。 西达多运用神力将他们变成了满脸皱纹,丑陋的老太婆。 三位魔女用尽所有魔力,仍无法恢复原貌,于是跪在西达多太子面前流泪忏悔,恳求太子慈悲救度,恢复他们的美貌。 德志美人计失败后,魔王怒火中烧,亲自率领众多魔兵魔将,前来向太子兴师问罪。 太子平静地对波寻魔王说,我过去广修功德,供养无量诸佛圣贤。 福德智慧不可思议,并不是拨寻你的魔力所能摧毁的,话音刚落,只听到轰然巨响,魔王应声倒地。 其他魔兵魔将见此情景纷纷下跪,虔诚地向太子求哀忏悔,希望太子能怜悯他们的愚痴无知。 太子以慈悲为怀,宽恕了他们,最终太子经过精心地修行,克服了各种考验修成了正果。 世人需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,坚守信念增强自制力,不被欲望轻易左右,只有坚守道德底线维护原则,才能提升个人品德, 使人格更加崇高,从而赢得他人的尊敬和敬意。 心动则易动,面由心起,唯有心念平和方能智慧超群,越是气势磅礴,越是坚定自若,越应不被外物所获,心中常怀目标,方为至高智慧,事业方能成功。 六祖大师在谈经中禅示,坐禅并非仅止身体打坐,而是指内心的不动摇,所谓坐,是指心保持不动,对五欲六臣不声贪助, 而禅则是指不执着于外向,对外不执着称为禅,内心保持平静称为坐。 十五祖大师在云游说法途中,偶遇一位青年男子,两人相谈甚欢,不觉夜幕降临,便一同在一家旅店留宿。 夜深人静时,禅示察觉到有人在他的房间中悄悄行动,于是询问, 天亮了吗?一个青年声音回答还没呢?禅师继续问你是谁,对方答道我是小偷。 十五禅师说,哦,原来你是小偷,这是你第几次做这种事。 小偷回答次数太多,记不清了。 禅师又问,每次偷窃之后你感到快乐多久,那得看偷到的东西价值如何?小偷回答。 禅师接着问,那你的快乐能持续多久? 几天而已,之后又回到不快乐小偷答道。 十五禅师说,那你不过是小打小闹,为何不干一票大的? 小偷好奇地问,难道你也是这一行的? 你一共偷过几次? 十五禅师回答,我只偷过一次,但那次让我受益终生。 小偷急忙追问,在哪里偷的?能分享吗? 禅师突然抓住青年的胸口问道,你明白这个吗? 这是无尽的宝藏,如果你将一生奉献给他,将享用不尽。 这番话让青年如梦初醒,他决定改过自新,并拜十五禅师为师。 最终成为了一位著名的禅者,许多人就如同故事中的青年一样。 内心本拥有无尽的宝藏却浑然不觉,常常为了追求一时的快感,一念之差便误入歧途。 迷失本性的人又怎能获得永恒的快乐,又怎能拥有真正的成就呢? 十无大师的教会令人深思,真正的修行者应当审视自己的起心动念和所作所为,是否与佛陀的教会相符。 少批评他人,少论人是非。 在身、口、一三叶中,口叶最易触犯,常常阻碍了自己和他人的修行。 少发表一件,内心自然变得清净慈悲。 所谓的无知,即古人所说的大智若愚,内心拥有真正的智慧,在修行上永远精进不屑,远离懈怠和堕落。 有些事情无需解释,也无需炫耀。 成功和美好自然属于你。 若你拥有近乎完美的一切,很少有人不感到极度,保持低调和淡定。 是心智成熟的体现,是成长后的大智慧。 我曾提及翠炎禅师关于韬光养晦的卓越智慧。 无论与众相处还是独自一人。 都应保持低调不入锋芒,如同哑巴龙子。 看似吃傻陶醉,隐藏自己的光芒和名声,培养智慧和洞察力。 无论动态还是静态,都应忘却内外之别。 对于这段话我解释道,无论与众人共处还是独自,都不可炫耀自己卖弄才华。 要真正做到韬光养晦,就得像吃傻聋哑之人。 修行者不应追求名声。 一旦出名,极度,障碍,陷害,诽谤便会接踵而至。 真实智慧需要培养,而非仅仅通过学习获得。 逞一时口舌之快,卖弄和炫耀自己,实为不智之举。 记得有一次,丹霞禅师去拜访惠中禅师。 恰好惠中禅师正在休息,丹霞禅师便问惠中禅师的弟子,敢问惠中禅师在家吗? 弟子初误禅礼,想在丹霞禅师面前显摆,便答道,在事在只是不见客。 丹霞禅师假装惊讶,哦,你答得如此深奥,我实在难以理解。 弟子听后更加得意地说,就算你有佛眼也见不到他。 丹霞禅师微笑道,年轻人真是才华横溢,不愧是龙生龙,凤生凤。 惠中禅师醒来后,弟子便将丹霞禅师来访的经过告诉他,并自夸了一番。 他本以为会得到师父的夸奖,不料惠中禅师听后严厉地批评了他,并给了他二十磅,最后将他逐出山门。 丹霞禅师得知此事后,对惠中禅师的果断和智慧表示由衷的敬佩。 果然是南洋第一禅师,修行之人断不可陷入口舌之争,禅无固定见解。 该赞美时赞美,该批评时批评。 那些四处炫耀自己,对事物仅有一知半解的人,往往缺乏真才实学,正如满瓶水不响,半瓶水响叮当。 因此我们要学会谦虚,学会身体力行,书本上学到的多为知识。 儒家云,济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,因为那并非自我领悟,智慧远于内心的定静,非外界所赐需培养。 内心清静至一定程度,智慧自然生发,由定而生会。 内心不动摇,外境不执着,内外本为二,二者皆无,方为不二。 才能达到一真法界,若仍有内外之分,则仍在十法界中,众生应懂地培养智慧和洞察力。 炫耀是愚昧之举,唯有真正获得大智慧,方能成为一代英才。 智慧之人面对问题时,会先保持冷静,进行总结和反思。 而愚昧之人遇到问题,首先会被情绪所左右,进而发泄情绪。 有时,问题实际上就出在自己身上。 因此,人们在面对问题时,应以理性的态度去看待,先从自我反思开始。 这不仅有助于问题的解决,也有利于个人的成长。 我在讲法时,曾用过这样一个比喻。 当你照镜子看到鼻子上有一个默点,觉得非常讨厌。 但擦拭镜子是没有用的,外在世界就像一面镜子。 境界是外缘,引发了心中的喜好和是非观念。 如果能够回光返照,内省自心,就能达到觉悟。 修行之人明了,是非好恶乃内心的分别。 外界本无是非好恶。 一切法平等,一切法如一,无有高下之别。 是我们的错觉,才产生了善恶是非之分。 有时,我们无法开悟并非外界环境所致, 而是因为没有认清自己。 释迦牟尼为了让弟子们开悟并自省, 曾用马玉人来进行开示。 一天,释迦牟尼在经社中静坐。 弟子们化缘归来, 他们神态安详, 精神焕发。 弟子们在水池边洗净身上的尘土后, 回到经社等待佛陀的开示。 佛陀安坐金刚坐上, 等所有弟子都回来后, 温和地说, 世上有四种马。 第一种马在主人给他配上马鞍套上配头后, 能日行千里, 并能从主人扬起的马鞭影中猜出主人的意图, 自行调整速度和方向。 这种马洞察力极强, 被视为一等两马。 第二种马虽不能从马鞭影中猜出主人的意图, 但能在马鞭出到马尾时理解, 然后迅速奔跑。 反应虽然不如第一种马鞭节, 但也很灵活, 健壮, 算得上是好马。 第三种马, 无论主人如何鞭打, 都不能理解主人的意图, 反应迟钝, 直到主人失去耐心, 开始使用暴力, 他才明白主人的意思, 然后顺从地奔跑。 这种马是后知后觉的庸马。 第四种马比前一种反应更迟钝, 甚至有些愚钝, 直到主人愤怒至极, 他才如梦初行, 全力奔跑。 这是愚昧无知的奴马。 讲到这里, 佛陀停顿了一下, 然后微笑着看着经社里的弟子们, 发现他们都在专注地聆听。 于是继续说, 这四种马实际上代表了四种人。 第一种人听到世间无常, 生命有生有死的道理, 便能立刻警醒。 奋发向前, 努力创造新的生命。 这就像一等两马, 看到边影就知道向前奔跑, 不会等到死亡的鞭子抽打在身上才后悔。 第二种人看到世间的变化, 生命的起伏, 能够及时醒悟, 并时刻自我鞭策。 不敢懈怠, 这就像二等毫马, 鞭子刚触到皮毛, 就知道全力奔跑。 第三种人比前两种人迟钝, 当他们看到身边的人经历死亡的痛苦, 生命的消逝, 才开始感到恐惧, 开始珍惜生命。 这就像三等庸马, 非要受到鞭打的痛苦, 才能有所觉悟。 第四种人最愚钝, 只有当自己被病魔缠身, 生命即将结束时, 才后悔没有及时努力。 白白在世上走了一遭, 这就像四等弩马, 只有受到剧烈的痛苦, 才知道奔跑。 但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, 听了佛陀的开始, 弟子们已经开悟, 于是闭上眼睛, 冥想自行, 认清事情的根本原因 是人的境界的一种开悟。 心若开悟, 其一变随行随动, 其行也将随之而变, 洪湖之志也需要配合 翱翔的能力和智慧, 才能得以实现。